内裤变口罩,内衣变口罩,裤衩变口罩,银马巾变口罩,整条裤变口罩,自己缝口罩 最近两个月我可迷了 被德国呢,迷之媒体,迷之信息,迷之政策 各种各样给迷着 虽然是春天阳光明媚 但是春风吹着的柳絮呢 把我给吹迷了眼 今天就来跟你讲讲关于德国口罩的三大迷思 第一之谜 从口罩不用论变成了口罩强之灵 二,关于口罩,每一个联邦州的政策都不一样 而且罚款也有不一样哦 三,商店可以开门了 但是一周后口罩才必须戴 你说明不明 你平,你平,你仔细平 Hi, I'm your miss panda and he is mr panda 我们带你看更大的事件 这里是我对德国疫情的一些思考 先说这个第一个 口罩无用论变成了口罩强制令 从二月到三月甚至到四月初的时候 德国的病毒学专家 一些医生群体 包括WHO 他们都给出了官方的言论说 其实口罩并不能帮助抵抗病毒 所以呢口罩是没有用的 报道新闻也是这么说的 这就导致了很多的民众完全不戴口罩 也看到不同的微信群里面 或者是一些华人的媒体说 当华人或者亚洲人戴着口罩去购物的时候 会得到一些不一样的目光 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戴口罩到超市去嘛 然后我走到超市门口 我就从我的那个购物袋里面拿出口罩 就准备要戴上 然后我自己也有点忍不住笑的 然后走过来一个德国男生 或者是其他国家男生 我也对人种我也搞不清楚 Anyway,一个白人男生 他看着我就有点有点好笑 又有点礼貌的向我笑了一下 那这个是在三月份左右的时候 但是四月份我在购物的时候 我戴了一个3M的口罩 然后有一个比较中年的一个叔叔 他说嗯,Das machen sie gut 他说你做的不错 然后他问我口罩是哪里买的 能不能推荐我去买 我说我是之前在亚马逊上买的 那今天是德国时间 2020年4月27日,星期一 今天全德国各个联邦州都必须戴口罩了 警察是要戴口罩 进所有的商店要戴口罩 在各种公共交通上也必须戴口罩 或者是用围巾把你的脸围起来 除了一个叫schleswig 我再看一眼哦 除了在德国北部 一个叫schleswig-Holstein的地方 4月29号这个才会实行 第二个迷思 各个联邦州都不一样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德国的政党的体系呢 是一个联邦制 每一个联邦州 他都可以为自己做决定 那其实在4月6日 德国的一个城市叫耶拿 就开始了口罩强制令 如果不戴口罩就会罚50欧元 那前几天我也读到了报道 说耶拿在口罩强制令两周之后 就没有新增的病例了 所以耶拿做了很好的示范 恭喜耶拿 祝大家都愿意来健康 然后各个联邦州觉得 嗯这个有道理 他们就纷纷的各自做了决定 也纷纷的各自颁布了 要罚多少钱这一回事情 如果在拜仁州 如果有人两三次警告之后 还不戴口罩 那就罚150欧元 妈妈咪那是1000多块人民币呢 而商店如果他们没有给他们的雇员 准备口罩的话 那得罚5000欧元呢 有些小的商店一天还赚不到5000欧元呢 天哪好惨 所以大家都戴起口罩来吧 而司机开车不能戴口罩 不然罚60欧元 你说迷不迷很迷吧 哦同时哦 在柏林德国的首都 不一定强制 嗯你必须戴口罩进超市 因为柏林是一个自由的城市 这么一来呢就让我想到 以前曾经跟德国的朋友聊 德国的朋友说 其实中国的政党制度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政党制度 你看我们在这次的新冠疫情下面 由于我们有统一的一些方向 所以我们的治疗 我们的封城都非常的有效 那现在看到新增的病例 一点一点的在清明 我也为中国非常的高兴 那联邦制为什么会存在呢 它什么时候是可能有效的呢 我个人的思考是当每一个联邦州 他们都需要有竞争的时候 比如说在经济上有竞争的时候 也许这是有效的 因为每一个联邦州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排名 他们的经济 GDP是怎样 或者是他们的经济增长是怎样 或者是财政赤字是怎样 或者财政赤字 或者是财政赤字是怎样 就比如说败仁州 败仁州的经济可是港港的 败仁州就是败仁慕尼黑的败仁州 对了 当然也是球队所在的那个州了 而柏林 柏林真的是有名的 阿玛阿贝斯西 穷但是很性感的城市 也是很自由的城市 因为他们不需要对不戴口罩罚款 如果说第一个迷思和第二个迷思 通过我自己的思考 能稍微明白一点点的话 那第三个迷思 我是真的不明白 所以如果你明白的话 请打在公屏上 请打在弹幕上 或者给我留言评论 告诉我为什么这样 那第三个迷思就是 商店允许开门了 800平米的可以开门迎客 这是上个礼拜的事情 那今天才必须强制戴口罩 这是为什么 这过去一周 大家都没有戴口罩随意进出 那病毒就在空气中弥漫 现在戴口罩 有毛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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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知道为什么的话 请告诉我啊 评论告诉我 或者弹幕告诉我 弹弹弹弹弹 如果你喜欢 听我的思考 也想跟我做更多探讨的话 欢迎你点赞分享 关注评论 评论很重要 我很喜欢跟你们聊一聊 我希望我的评论区 是有很多很深层 很深层 很深层次的探讨 期待跟你交流了 我可以在这里预告一下吗 我有一个很好玩的 戴口罩的 在超市里的视频 而且我是用007的手法拍 和剪辑的哦 期待起来吧 那期待要做什么呢 点关注啊 关注我 拜拜